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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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般人都会告诉你说 到上去之后才告诉你说 当初这里是转折 你到这里才告诉我 这里是转折 那就不用操作了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每一根K线都有成交量 都有人买都有人卖 那代表当时真的有人在这里买卖 有人买 那会在这里买的 他看的是什么 那偏偏在那里买的人 相对就是比较少 为什么 你看成交量 转折的时候在转折区 成交量相对来说 它不是大量区 它是一个相对的一个小量区 在转折区 那代表在转折区会出手买的人 就是比较少 所以这就告诉你 为什么市场上最后你会发现 十个有八个说赚不到钱 赚钱的就是十个里面 就是两个赚钱 为什么 因为赚钱的人就是少数 而这少数人他会赚钱 因为他买的位置 相对都是小量区 而小量区不是说小量就可以买 你要看他是不是符合转折的确认 如果是转折确认 又在小量区的转折位置 那个位置买的人一定赚钱 所以 拉回转折就上去了 转折就是拉回之后才会有转折 没有拉回 没有拉回怎么会有转折 所以他告诉你另外一个面向是什么 买转折不仅能够赚钱 而且呢 又安全 礼拜一 昨天又逼近涨停 一二三四五 五天 二十张就好 五天到昨天赚九十三万 拉回才会有转折 所以你永远不用追涨 不管在转折的时候 你是买红的还是买黑的 反正你不用去追那个大涨 创新高的 这样子买完之后让他变成创新高大涨热门的 你就大赚了是不是 让人家去帮你拉 让人家去追你的股票 这样子九十三万你只要买二十张 今天我们的网通 亚信再创不断新高 强攻到涨停 又涨停了 今天又涨停 这样子 一二三四五六 六天里面 六天的时间 二十张就好 赚一百二十一万 一档股票 因为你买转折 所以你轻轻松松六天赚一百二十一万 你资金比较少 你说你只买十张 你只买十张 六天的时间你也赚六十万 所以买转折 为什么买转折 赚得快 赚得快之外呢 买转折的好处是什么 安全 你买转折 你根本不是去追 你知道吗 因为它是拉回才会有转折 所以你永远买的位置 都是拉回之后的买的位置 你永远都买在拉回之后的转折 确认讯号确定的位置 你才会出手买 所以你买的位置 永远都是相对风险是最低的 那因为风险低 然后你会发现 不但风险低之外 你赚钱的几率又极高 那只要一赚钱一泼上去 我就说了 你一档股票 你最起码一百万下去买 资金不足一百万的 就全部买那一档了 所以新客户来这边 我基本上我都告诉新客户 你资金有没有一百万不重要 如果你没有一百万资金 那就请你把你手上所有的资金 可能五六十万 可能七八十万 没关系就当成一笔资金 当我新标的告诉你的时候 你就照我给你的价位 去买进最新标的转折股票 你有八十万买八十万 有七十万买七十万 如果你有一百万以上的资金 你最起码买一百万下去 为什么 你要知道 我确认了我才会请请你买 因为它是你的资金 我不能跟你开玩笑 我没有确认 我没有确定 你凭什么叫我把资金 一百万资金买下去 我只有六十万资金 你叫我六十万资金全部买那一档 你凭什么 你要确认 对 所以没有确定过 我不会带你出手 那因为确定的 基本面题材等等都确认之后 等到转折确认 我们才出手 所以一切你都不用再去分析了 该分析的 该确定的 我都帮你确定好 那么都确定好了 那么我通知你的时候 你就把你手上资金买下去就好 不足一百万的全部买下去 资金有一两百万 两三百万 一百多万以上的 那自行判断 但最起码你一百万买一档 转折确认就是买下去 因为你这样的操作 你会发现 你一档股票 最起码都是几十万的获利 当你每一次都是几十万获利 甚至挑战百万获利的时候 你跟我说 你累积不到财富 你累积不到资金 你赚不到钱 那我就觉得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出问题一定是因为 你有资金 但是你每一次 你都没有照着规划 资金都没有照规划 你一定是人家买一百万 你买二十万 对不对 人家赚了一百万 你只赚两三万 人家跟你买同一档股票 人家赚了一两 一百二十万 结果你只买一二十万 当初你只买一二十万 你赚多少 你只赚三万五万 你要怎么跟人家比 因为你不照纪律走 所以要来操作投资朋友 请你自己判断 你确认你愿意买转折 你才会来 那标的确认了 通知你了 就请你就去买 不要再自己分析判断了 该分析判断 我们都判断好了 你事后回头一看 真的 当初这里就该买了 对不对 所以到今天 又拉涨停板 强攻涨停再创波段新高 一个亚信到今天再涨停收盘 六个交易日 你买二十张赚一百二十一万 如果你只买十张 你也赚六十万 一档股票 而且还没结束 还没结束 一档股票而已 所以你看 如果你来了 你买最新标的 你买了亚信 你今天赚一百二十一万 如果你只买十张 你赚六十万 那如果我照你 你不照规划走 你说我有一百万资金 那我只买十万 我只买二十万 我试试看 那很抱歉 你的试试看害你赚多少 你可能少赚八十万九十万 对不对 所以每一档标的 我讲的你都不用试了 你来标的给你 最新标的没有我们不会出手 客户都很清楚 可能今天没出手 为什么 因为标的没有确认 转折座案没有确认 我们就不出手不急 但是只要通知你了 确定了 那就请你 我不能讲权力操作 因为你权力操作 你有些人资金可能上千万 那不可能权力操作 对不对 那至少一百万起跳操作 资金多一点 两百万买一档 可不可以 可以 但问题是 你不要再去分析了 买转折可以赚很快 买转折风险又最低 再来 四天四根涨停 十一月十一号上礼拜四 原创第一根涨停 我跟你说买转折赚最快 而且买转折是最安全的 十一月十一礼拜四涨停 那你自己看是不是刚上来 只有拉回才会有转折 所以你不用怕说你会不会去追涨 拉回才会有转折 那拉回转折上去 隔天又涨停 两天两支 两天两根涨停 六十张低价股 对不对 买六十张赚三十一万 两天买转折 这样赚多少 三十几万 第三天 十五号昨天礼拜一 三天三根涨停 跳通涨停 三天三根 三天三根涨停 你就赚多少了 五十几万 这样问题来了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你怎么知道转折到了 因为你们看节目 你们是看事后 你们看到了 所以你跟我说 对你们就能够买到转折 可是问题是那个当下呢 有没有人告诉你可以出所买的 你怎么知道是转折 你们不能看事后才知道 如果看事后告诉我说 对啊 当初那个位置是转折 那都不用讲了 那不用操作了 市场有十个有九个 不可能告诉你在那个转折 十个有 甚至十个九个半 都是看到出量 大涨 才去出手 那永远都不是买转折 只要你不是买转折 你的获利的幅度 就是输给我们 只要你不是买转折 你的风险就比我高 最后你就会发现 大家在比什么 比的是你在什么时候买股票 三天三根就五十几万 将近五十五万 你就六十张五十五万 今天早上开盘再跳空涨停 四天四根 四天四根八十万 你就买六十张就好 这样子上来 八十万 八十万 所以你说快不快 买转折赚最快 而且买转折最安全 我们讲同样好 你也赚八十万 我们也赚八十万 可是我们买的时候 风险最低 对不对 同样赚八十万 你认为是一样的吗 如果要冒着追涨停 追大涨 追创新高 能够赚到八十万 还是让你选 转折安全全的 拉回转折买 赚八十万 你要哪一个 我告诉各位 我最怕就是 当你有一次 因为你追了什么股票 追创新高 追热门股 追完之后 让你赚到钱了 那最可怕 为什么 因为你之后 你耳后 你会不断做同样的动作 冒着同样的高风险去操作 因为你认为这样是对的 赚到大钱了 告诉各位 就会有那么一次 摔了一跤 买在最高 那一次 你绝对不会停损 那一次 就可以把之前赚的 通通吐回去了 因为你一直认为 你那样做 对的啊 你曾经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我说我最担心的就是 散户朋友 当你只要有一次 追涨 追热门股 让你追上去之后还赚到钱 那完蛋了 一般人就认为 你看我没错 这样做会赚到钱 糟糕 可是真正最长久 长长久久 稳定都能够赚到钱的胜率极高的做法 其实是老老实实的 等拉回转折出手 因为风险是最低的 这才是真正最正确的做法 买进80万 赚80 买转折 赚80 买转折 赚80 四天四根涨停 有没有 你就只要买60张就够了 30几块的股票 上去赚80万 你只买30张 也赚40万 所以我讲了 你多少资金来 只要100万以内的 你全部买 你来了最新那一档 我告诉你的 什么价位去借你去买 你就照着指示去做 你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再分析了 我带你买 就是我们确认它的转折区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买 转折确认上去 一波就是几十万获利 你一波一次 一挡股票就几十万获利 甚至挑战百万获利 今天亚新球120万 对不对 原创80万 这些成功 一切一切都是因为 你买在转折 就这么简单 所以该研究的 该分析 该准备好的 我们都做好了 再来 第三代半导体 我不知道你们最近 是在追什么 第三代半导体的 汉磊还是什么 通常都是汉磊 追汉磊之类的标的 但是你们想过 汉磊 它是创新高又创新高 创新高又创新高 不知道创了几次 新高之后的标的 你最近还在追 可是有标的 根本你不用去追 它是第三代半导体 里面被低估的价值 被低估的潜力黑码 你不要说你不知道 我节目中跟你讲了 这种标的 第三代半导体里面的股票 英特雷 你买这种位置 你说你是追高吗 波段转折到了 后来呢 就从五十几到六十几到七十几 已经先涨一波 涨一波之后呢 休息一个多礼拜 再来一次 再供涨停 三十张已经赚五十五万 你只要买三十张 已经赚五十几万了 再创新高拉涨停 有没有 请问你 你在哪里买的 你买的位置是不是转折 是不是转折 是不是转一波了 再创新高83.5 是不是转折买 是不是买转折一定赚 是不是买转折最安全 是不是不用跟大家一起追股票 三十张到这里赚将近六十万 今天第三代半导体 黑马 IET 强攻涨停 今天又涨停了 三十张已经赚多少 七十四点七万 三十张今天已经赚七十四点七万 那我想请问你 你最近才去追汉磊 才去追什么第三代半导体 请问你赚七十几万了吗 你的风险高还是低 今天涨停 再创新高 这里是不是转折 转折买赚最快 转折买最安全 最安全又赚最快 这样子上来已经赚七十几万了 你只买三十张 我没有跟你说你买个五十张八十张一百张 你就三十张 三十张 这样子 七十几万了 那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这个波段一直向上爬的话 再多给他一点时间 这一档股票可能有百万获利 那一切的成功都来自哪里 转折到的时候 你有买 你才有可能今天这样子上来 三十张 买转折 赚七十多万了 做法就这么简单 但是一般人都做不到 因为要在转折的时候 判断他是转折 一般人做不到 一般人会去注意的标的 都是大涨的 量大的 放量的 大涨的 热门的 那大涨的 热门的 那不用讲 那绝对都不是转折区 所以我说 如果你是真的有心要赚钱 每一档标的 你就老老实实在转折的时候买就好了 往家 转折 一波段上去 拉回才会有转折 对不对 所以拉回买转折 是不是不用追 根本没有人跟你抢 根本不会有人跟你抢 就这样爬上去了 回头一看 哇 当初买的位置太漂亮了 那当初买的位置呢 你看当时相对的成交量 是小量区吧 对不对 是不是小量区 可是问题是 虽然是小量区 每天也有三千张 四千张的成交量 每天也有两三千 三四千张成交量 没有人跟你抢 所以代表什么 当时这小量区去买的人 未来呢 居然是赚最多的 量一直放大之后 你去追啊 去抢啊 我告诉各位 这些人 赚不了什么钱 这里买的人 最厉害 这是高手 因为转折到了时候 一般人都还不知道 转折在发生的时候 一般人根本没有察觉 买十张就好 十张赚五十万 二十张赚一百万 就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我买转折 因为我买转折 所以我赢定了 而且我每一趟 我每一笔 我都要赚几十万起跳 然后挑战百万获利 我就不相信 你这样做 你赚不到钱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如果说 你要改变做法 你认为买转折是对的 要在最安全的环境下 最安全的一个背景之下 经常买股票 确认转折再出手 然后赚一个稳定的 波段获利 买转折 赚波段 请你拨电话 跟着我们的操作 来买最新的转折标的 我们进广告 休息一下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折标的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财经第一台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所以当指数一直向上电高 准备挑战前高的过程中 那他并不代表说指数在电高过程中 你就可以任意的去追 任意的去乱买 热门股大量的股票 创新高股票就可以任意的 都可以随心所欲去追 绝对不能这样做 我已经讲过了 不管你看好行情 还是看坏 或者怎么样 你的看法如何 永远记得 做法 只有一个 你看好什么股票都一样 做法只有一个 等拉回 转折再出手 买转折一定会赚钱 买转折 长期来看 绝对是赚最多的 买转折是最安全 风险最低 长期绝对赚最多 所以你要坚持对的观念 对的逻辑 对的做法 不要管市场在推荐什么 在跟你讲什么东西 有多好多好多好 我告诉各位 你听久了之后 你忍不住 你真的跳下去追了 你就买在最高 有太多散户朋友 经历过这种的 对不对 所以自己冷静 自己稳定下来 找寻好的企业 好的公司 拉回转折买进 赚你该赚的钱 而且赚你该赚的钱 不见得是小钱 你资金大人 股票买的张处多 一笔就几百万获利 资金小的没有关系 我已经讲了 你集中 既然是确认是转折了 我为什么还把资金分散 我都确定在转折了 然后我一百万资金 我还要把它分成五等份 一个等份二十万 二十万去买一个转折 而且确定要上去的股票 我干嘛只买二十万 然后你剩下八十万 你要再去买四档股票 不要为了分散 而分散 你会分散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 那个股票是不是在转折 你不知道那股票安不安全 你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会赚钱 所以你要把它分散 那既然不知道 不确定 不要做 为什么非要买个二十万看看 确定了再出手 那既然确定是转折 确认 你就出手 集中资金 买进就对了 观念就是这么简单 你都不确定 你干嘛非要 我非要买个二十万 试试看 那也是钱 试试看也是有可能会赔钱 对不对 亚信 二十张 这样就多少 五十几万 因为你买转折 是不是 你不是上去才去追 所以你觉得赚最多 礼拜一又必进涨停 这样子 九十三万 买二十张 九十几万获利 买十张就好 也赚了四十五万 对不对 你怎么做 你都赢人家 亚信今天 礼拜二 创新高 再攻涨停 再一根涨停 六天 转折买完之后 启动上来六天 一百二十一万获利 你只买十张也赚六十万 六天赚六十万 平均一天给你赚十万 买二十张也赚一百二十万了 那资金大的 买更多的自己算 对不对 二十张就一百二十万 二十张一百二十万 买转折 为什么不好 又安全 对不对 又安全赚的又多 如果操作股票 你获利是 是在一个高风险的状况上去 得到的获利 我告诉各位 那是没办法长久的 那是短暂的 原创 赚钱要赚得实实在在 你要真实的赚到钱 拉回才会有转折吧 对不对 两天两根涨停 六十张三十一万 两天两根 三天三根 拉回转折三天三根 这样三天六十张五十四万 将近五十五万 跟我做就是买转折 那你要自己做还是跟别人做 那可能就是看谁涨停 谁强去追 你要去追 还是在这里买 有人可以带你买转折 你偏偏要去选择追涨停 那我就没话讲 六十张五十五万 今天四天四根涨停 四天四根涨停 一二三四八十万 六十张买转折 八十万获利 八十万 根本不要追 你在转折区可以买 转折区的股票 不管当天是红的 还是黑的 还是平盘 确认了 该买就是出手买 你不要管那么多 你心里要有个底 我今天买这个标的 我知道它在转折 准备上去了 我一百万买下去 我准备赚个几十万了 出手买 资金多的我两百万 三百万买下去 买转折的标的 都可以 对不对 因为是确认了 才出手的标的 我们不是乱做 我不是抓热门股 来我们去追那个热门股 不是 拉回才会有转折 转折确认了 我带你进场买进 你就全力操作 认同的投资朋友 请你拨电话 我们有优惠活动 加入我们 跟着我们操作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